与皇叔多儿滚的恩怨 对母后孝庄的叛逆 同爱妃懂恶事的深情 到底哪一个才是顺治皇帝 五年之内两次废后的真正原因 清十二帝后宫一案之 顺治帝废后之谜 他是大清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 把父祖辈入主中原 成帝紫禁城的梦想 变成了现实 他还是第一个 以幼主身份登基的清帝 年仅六岁的天子 不得不把政事交给了 野心勃勃的摄政王多儿滚 他更是历史上 为数不多的痴情皇帝 他与董厄非的故事 几乎成了渤海江山爱美人的 经典传奇 他就是顺治皇帝 清太宗皇太祈的第九子 那么身为第一个 在紫禁城内长大的大清皇帝 顺治帝为什么仅仅在 亲政三年后 就废了自己的中宫皇后 与皇叔多儿滚的恩怨 对母后孝庄的叛逆 同爱妃懂恶事的深情 到底哪一个 才是顺治帝废后的真正原因 青东陵文物管理处 研究室主任李寅 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青十二帝后宫一案 今天播出第三集 顺治帝废后之谜 今天我给大家讲顺治皇帝的后宫 顺治皇帝名爱寻觉罗福林 那么他六岁几位 在位十八年 二十四岁英年造世 他年龄虽然不大 但是在后宫里面 却发生了一个大事件 这就是顺治帝废后事件 那么可以这样讲 清朝十二位帝王 只有顺治皇帝 这个废后事件 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废后事件 虽然后来也发生过 乾隆废后事件 但是那仅仅是被打入冷宫而已 那么大家一定很感兴趣 这样一位奇特的帝王 他有着怎样的性格特征呢 一个朝鲜宗室 朝鲜李世王他的宗室 这个人叫李耀的 在他的《沿途寄行》 这本书里面 这样记载顺治皇帝的性格 说他气侠性暴 聚见太甚 兼获手刃作威 就是说他气性特别大 不听别人劝阻 听不听别人劝阻 而且喜怒无常 偶尔会乱杀人 那么作为一天子 怎么会有这样的性格特征呢 我们说这个人的性格 大体上受两反弹因素的影响 一是遗传因素 第二呢 就是儿童期教育 我们撇开遗传因素就不讲 不谈这个 我们单说顺治皇帝的儿童期教育 我想一定是他的儿童期教育出了问题 那么顺治帝小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 他六岁即位的时候 至少受到两个人物的影响 一是他的叔父多尔滚 二是他的母后孝庄 我们先说多尔滚 那么顺治皇帝六岁即位 是多尔滚奢政 多尔滚大权在握 这个人呢 作为作福很有权势 那么他在朝堂之上 会经常地大呼小叫 那大家想一想 一个六岁的小孩 一是受到惊吓 一个小孩子 应该受父母呵护的时候 就要放在朝堂之上 旁边一个叔叔 在那里面大呼小叫的 他能不受到惊吓吗 而且多尔滚这个人 是个有野心的人 那么顺治皇帝 随时都有可能被他废掉 所以生命的安全都出了问题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小皇帝六岁的孩童 真的是受到了多尔滚的惊吓 时常受到惊吓 那么另外 顺治皇帝遭到多尔滚的凌辱 我们说这个顺治皇帝 很小的时候 这个多尔滚在旁边 就要这个顺治皇帝 管他叫皇妇 这孩子不愿意呀 但是多尔滚 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 那么在顺治五年 答案中这样记载 加皇叔父摄政王 为皇父摄政王 这个多尔滚就要这个顺治皇帝 直接喊他爸爸了 这个小皇帝感到无比的羞辱 那么不仅如此 多尔滚还经常到孝庄的宫里面去 所以风言风语传过来 顺治皇帝感到前所未有的羞辱 一种羞耻感 那么顺治皇帝就暗下决心 将来一定要学耻 一定要报仇 到顺治七年 十二月初九日 多尔滚报亡 这个时候顺治皇帝觉得 报仇的时机来了 所以他先清洗了多尔滚的党羽 然后对多尔滚 即使是已经去世 对他的尸体 仍然进行了歇斯底里的报复 我们看 当然这样记得 他们把尸体挖出来 用棍子打 又用鞭子抽 最后砍掉脑袋 暴施势众 他的雄伟壮丽的灵物 化为尘土 大家看一看 这里是什么样的仇恨 那么这样的报复 简直是歇斯底里了 所以顺治皇帝 儿童期的这个经历 也是这样的 那么多尔滚施加给他的 这种阴威 影响了他的性格 那么他的母后孝庄 对他的性格影响 也是很大的 那么 这个顺治皇帝和母后孝庄之间 形成的这种逆反心理 在我们的历史上 答案中无处不见 比如说 这个顺治皇帝 看奏折的时候 把奏折递上来了 很多折子 一看 看不懂啊 这个字我都不认识 这写的是什么呀 那么这个时候啊 他没有从自身的上面找原因 而是抱怨母后 没有培养好自己 他抱怨母后 我们看 答案中这样记载 朕极不幸 五岁时 先太宗早已厌驾 皇太后 皇太后生振一人 又急教养 做此施学 太后对我太教养了 不让我学东西 让我玩 所以我不认识字 那么另外呢 那么孝庄文皇后呢 她就不愿意 这个皇宫里面的孩子 尤其是自己的儿子 学习汉语 那样的话 她认为 对他们的统治很不利 我们看啊 答案中有这样的记录 慎艳汉语 惑有儿背 习汉俗者 则以为汉俗胜 则胡运衰 哲家尽义 她很不愿意啊 但是这个 顺治皇帝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母后太保守了 那么汉语有什么不好啊 我不学汉语 不学习汉的习俗 我怎么看斗志 怎么治理天下呢 顺治皇帝啊 想得很对 所以 他如饥思渴地学习 再比如 孝庄坚决反对 满汉同婚 尤其不允许呀 顺治皇帝 纳汉女为妃 他曾经说过呀 由以禅足女子入宫得产 但是顺治皇帝不这么认为呀 所以你俩两个呀 正见相左 意见相反 那两个这个冲突 随时都有可能起来呀 所以这个顺治皇帝 对母后孝庄这种叛逆心理 几乎是无处不在 那么他的这种性格 就是受到了 多尔滚和母后孝庄的严重影响 才形成了那样的一种性格特征 所以他的这种性格 不可能不对他的婚姻产生影响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公元1651年 顺治帝迎娶了自己的第一位皇后 为什么却在三年后 不顾重大成本的反对 坚决废后 请继续收看 清十二帝后宫一案之 顺治帝废后之谜 公元1651年 顺治八年正月 年仅十四岁的顺治帝开始亲政 同年八月 在紫禁城里 大清帝国举行了入关以来的 第一次皇帝大婚 顺治帝册封克尔沁卓里克图亲王 吴克善的女儿 伯尔基基特侍为皇后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隆重的大婚典礼过后 顺治帝不但对这位 刚刚迎娶的皇后非常冷淡 而且还在大婚过后的第三年 坚决废后 顺治皇帝一口咬定 自己这位中宫皇后啊 那是多儿滚给包办的 我当然不愿意了 所以资料这样记载 今后乃瑞王于朕又充时 因亲订婚 未经选择 我们说顺治皇帝这样说呀 没有道理 那个时期是那样的 所谓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怎么可能你自己做主呢 那是不可能的 而且顺治时期 属于清朝初年呢 那种选秀女制度 根本没有形成 你怎么选择呀 它这是强词夺理 那么这个皇后啊 和孝庄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那么这位皇后 是孝庄文皇后的亲侄女 也就是顺治地呀 亲大舅 乌克善的女儿 是自己的表妹 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孝庄文皇后 是有着自己的深意的呀 这种安排 她就是想要 她的家族啊 波尔吉吉特是在宫中 有一个稳固的地位 将来生个皇子 能够继承皇位 那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所以这是孝庄的政治安排 那顺治皇帝当然不愿意了 他逆反呢 对母后这种想法 这种思想 坚决反对呀 他是一种叛逆的心理 顺治皇帝呀 下了一道冷冰冰的玉址 他说 大婚级礼 此时未可拒议 所奏不准行 坚决反对 不行 拒绝了 但是大家想一想 她的母后孝庄是谁呀 孝庄是著名的政治家 那很有掏略呀 岂能听一个孩子的摆布呢 所以孝庄文皇后 给她规定了一个时间表 这也不听你的 按我的时间表 如期进行 顺治八年六月十八日 下台礼 给她的这个舅舅把吴克战 送去彩礼 然后八月十三 举行了隆重的大婚典礼 非常隆重 八月十四感谢母后 谢谢母后的精心安排 然后八月二十 大赦天下 向天下人公布 大婚已经完成了 那么孝庄文皇后 非常得意 按照自己的计划 她的侄女 如期进入皇宫 成为中公皇后 但是顺治皇帝 她心里面很不高兴 这个母后 怎么能这么安排呢 我这么反对 还要这样安排 但是能有什么办法呢 可是我们知道 这个顺治皇帝 是一个固执己见 他有自己的观点 是不能够更改 于是 他采取了自己的办法 那就是冷战 我不去不就行了吗 不管你怎么安排 但是皇后的寝宫 我不去 我不与她何妨 顺治八年 顺治九年 顺治十年 三年过去了 孝庄挺纳闷啊 这个大婚已经过去三年 怎么这个皇后 一点反应都没有呢 就问这儿子啊 问这个侄女 当然不好意思说了 就问儿子 这个顺治皇帝啊 满腹地唠嗦 这个时候啊 发泄出来了 他说 说我从大婚开始 我就没理他 我们之间意见不合 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有什么反应啊 这个孝庄就大吃一惊啊 心说这事我不白搭了吗 我费尽了心血 精心安排 怎么会是这样一种结果呢 哎呦 他叫苦不迭 赶紧做工作吧 进行着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告诉吧 劝自己儿子啊 你看 这皇后多好啊 心灵手巧 还有带比她好的吗 哎呦 我们还是亲上加亲 这个婚姻 你不能够反对 多好的媳妇啊 哎 归劝一番 但是不劝 还好点 这个孝庄一劝呢 这个顺治皇帝 这个唠骚就来了 他准备了一大堆理由 来驳斥母后 他说他缺点多着呢 好什么好啊 于是 他列举了四条 这个皇后的缺点 第一 心术不正 这个皇后心术都不正啊 第二 嫉妒心强 看到人家漂亮点的妃嫔 就要置人于死地 这还好吗 第三 猜忌心强 连我呀 他都要猜忌 疑神疑鬼 第四 太奢侈 说这个皇后奢侈得很 头上戴的 那是个贵重的珍珠 身上穿的是绫罗绸缎 然后用的呀 如果不是金器就摔掉 太奢侈了 孝庄心说 你说这都是真的吗 孙庄的皇帝说 你可以去调查呀 孝庄心里面 就抱怨这个侄女 这太不作脸了 那我朝在关外发祥 发祥于关外 那我们就是以柬谱 来治家的呀 怎么这么奢侈啊 真是太不作脸了 顺之皇帝一看 紧紧抓住 孝庄这一心理 马上给礼部啊 下了一道御址 他说 世上欲下 疏善难期 不足养成 宗庙之众 什么意思呢 就说这个皇后啊 他不配做什么皇后 他根本不配做中宫皇后 顺之皇帝 这个预指一下呀 如石破天惊 当时孝庄 吴克善 中宫皇后 以及文武百官 王公大臣 都吓坏了 顺之皇帝 这就要废后啊 很明显的 要把中宫皇后废掉 那孝庄多着急呀 马上动员 各种力量 大家赶紧去劝说呀 不能让他废掉皇后 于是啊 各方面力量 纷纷粉末登场 大家都出来呀 规劝 这个顺之皇帝 一是 大学士风拳 这个风拳呢 是个大学士 大学士就是宰相啊 位高权重 所以呀 他先跳出来 上书 阻止顺之废后 那么风拳呢 在他的奏折里面 列举了一些实例 比如说这个 汉官王帝刘秀 曾经废掉 郭皇后 宋仁宗赵真 废掉郭皇后 明玄宗朱瞻基 废掉胡皇后 说历史上 确实有皇帝 废后这样的事件发生 那么这些帝王啊 都是历史上的 英明之主 可是就是因为 废后啊 连累他们 是他们形象的 一个污点 说皇上 您如果废后的话 那不会受到迁累吗 劝了一番 第二 礼部尚书胡诗安 他是明朝的一个臣子 充真元年的进士啊 那么到在清朝的时候 他继续做官 做到礼部尚书 那很不容易啊 那么他作为礼部尚书 是应该规劝顺之皇帝的呀 这是他的责任呢 但是他不敢说声了呀 所以胡诗安就活西尼 无碍就是劝一劝 说一说 很敷衍 那么第三 是孔子的后代 孔允月 那么孔允月 作为孔圣人的后代呀 他措辞非常严厉 从理智这个角度上 来进行阐述 他讲的呀 自自真切 驳斥 这个顺治皇帝 废后的计划 说你要废掉皇后 你告诉我们为什么呀 我们都不知道 他的缺点是什么 怎么可能把我们的国母废掉呢 请皇上收回成命 措辞非常严厉 第四 宗敦一等十四位御使 那么他们呢 无非和孔允月的观点呢 一致 要皇帝收回成命 第五 就是基尔哈朗等王公宗使 这个基尔哈朗啊 老于世故 你看这皇帝很坚决 于是啊 他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说皇上啊 您可以保留中宫皇后 不把她废掉 然后呢 设东宫西宫 这你不喜欢皇后 你不去不就完了吗 但是 你把你喜欢的女人 设为东西两宫 这不就可以了吗 提一个折中的办法 这五种人 纷纷上书 顺治皇帝 看到这些奏折 他的表现会怎么样呢 四个字 窥然不动 顺治皇帝啊 他很固执 他坚持的事情 是不能够改变的 坚决不改 坚决要废后 而且啊 这个时候 顺治皇帝 又有了极端的表现 我们看档案中 怎么记载的 每大怒必孝 每大孝不止 则必有大处分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呀 郑亲王吉尔哈朗 思前想后 老坚持这样 也不是个事啊 于是啊 找到孝庄 进行商量 看一看 这个事好像拗不过去呀 孝庄能有什么办法啊 他了解儿子的性格啊 于是 吉尔哈朗 赶紧上书 顺治皇帝 说这皇上啊 您说对 就按您说的办吧 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展弯 拥护皇帝废后 这个顺治皇帝呀 这个时候取得了全胜 这个废后计划呀 就要成为现实 于是 在顺治十年九月 顺治皇帝 给礼部下旨 把这个皇后啊 废为敬妃 改居策宫 这个皇后啊 就这样被废掉了 这个顺治皇帝很高兴啊 终于啊 把这个皇后给废掉了 去了一块心病 可是大家想一想 这个孝庄 她能高兴吗 这是她精心安排的 这样一桩婚事啊 而且也很没面子 所以孝庄皇后心里堵得疯啊 在这种情况之下 她又设计了一个长远的计划 她把这个皇帝叫来 她说你这个后宫之中 没有皇后怎么能行呢 还得要策立皇后啊 这次啊 咱们要在满猛贵族之中 选择一位啊 这个这个梁家女子 来做中宫皇后 你看行不行啊 甚至说可以啊 这样 又落入了孝庄的计划之中 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孝庄的侄孙女儿 绰尔记的女儿 布尔基基特斯进宫 成为顺治皇帝的 第二位中宫皇后 顺治皇帝心说 这干的是什么事啊 这刚走一位又来一位 我不喜欢这个 这个娘家人做我的皇后 怎么母后总这么安排啊 心里面极为反感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这次啊 顺治皇帝他故技重演 还是冷战 顺治十一年大婚开始 十一年十二年 十三年 三年冷战 还是与中宫皇后啊 产生严重对立 处在冷战之中 这个孝庄说 你要干什么呀 你这是跟你男朋友 第二轮婚 你还是不满意 这是为什么呀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董岳飞为什么会成为顺治帝最心爱的女人 同时爱人 殷勤所伤的顺治帝是否真的出家了呢 请继续收看 清十二帝后宫一案之 顺治帝废后之谜 其实顺治帝对这位比自己小三岁的第二任皇后倍加冷落 主要是他不喜欢母后孝庄 对自己婚姻这种霸道的安排 就在顺治帝和母后孝庄之间的矛盾不断恶化的时候 董岳飞 这个让顺治帝最心爱的女人出现了 公元1656年 顺治13年 18岁的董岳飞入宫 八月被策为贤妃 九月晋升为皇贵妃 十二月举行了隆重的策封礼和班照典礼 并大赦天下 这在尤清一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中 因策立皇贵妃而班照大赦天下的 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因为按常规 皇帝只有在策立皇后的大礼上 才会颁布诏书公告天下 董岳飞想要如此特殊礼遇 足见顺治帝对他不同寻常的宠爱 那么其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董岳飞 为什么会不惜以死相见 来阻止顺治帝第二次废后呢 在顺治十三年 一个女人闯入了她的视线 这个人就是董岳飞 那么董岳飞的出现 使顺治皇帝眼睛为之一亮 他心说这就是我要找的 那么到第二年 董岳飞产下一子 生了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排行第四 实际上是皇四子 但是顺治帝不这么说呀 他说这是我的皇长子 是镇之第一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 要干什么呀顺治帝呀 很明显 他要立这个孩子 立这个刚刚出生的孩子 为皇太子 将来接自己的班啊 同时他要废掉第二位皇后 而策立董岳飞 用董岳飞呀 来取代中共皇后 他的计划是这个呀 但是这个顺治皇帝 这种计划他能实现吗 他的母后会同意吗 机会呀终于来了 到顺治十四年 孝庄啊得了一场大病 这个病啊很严重 是什么病呢 他出了天花 而且很严重 那么出天花 我们知道是要要 这个是要命的呀 在过去呀 所以呀 他必须出宫必斗 到宫外去 因为这个病啊 会传染给别人 所以他必须要到宫外去治疗 就这样啊 这个孝庄皇后 到南院必斗去了 那么顺治皇帝 紧紧地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 紧锣密鼓的呀 就要废掉中共皇后 来拥立董岳飞 让董岳飞 取而代之 但是啊 这次他没有成功 他没有能够废掉中共皇后 为什么呢 第一 孝庄 急速回宫 出面 阻止 第二 董岳飞的这个儿子啊 去世了 董岳飞这个儿子 就是皇四子啊 那么他只活了 一百零四天就去世了 那么顺治皇帝 董岳飞 极为悲痛 顺治皇帝准备 立这个孩子为皇太子啊 所以 他的死 使董岳飞啊 感到前途渺茫 那么后来顺治皇帝 把这个孩子啊 封为 容亲王 这是一种 特殊的封赠 第三 董岳飞啊 极力阻止 以死相见 这个董岳飞啊 是个很娴熟的女人 她不是那种 飞扬跋扈 护卧不圈 这不是那样的人 她知道啊 宫里面这种复杂的关系 也了解 孝庄母子之间这种复杂的关系 所以啊 她坚决不同意顺治皇帝 废掉皇后 而拥立自己 那么她说 陛下若拒废皇后 窃必不敢生 如果你一定要废掉这个 中宫皇后 那我就不活了 孙治皇帝心说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 我还废她干嘛呢 于是啊 孙治帝第二次 废后计划流产 没有能够实现 但是我们知道 这孙治皇帝 是一个非常固执己见的人 虽然这个皇后没有废城 但是她还是 是处分了这个皇后 那么董阿飞呢 这个时候已经精疲力竭 很疲劳啊 这个皇帝 这么样的折腾 自己的儿子去世了 那么婆婆笑妆呢 又不喜欢自己 所以啊 她心力交瘁 那么到孙治十七年 八月十九日 董阿飞呀 一并归天 她死了 那么董阿飞的去世 当时孙治皇帝呀 是亲自陪伴在一旁的 所以她亲眼目睹了 这个董阿飞的去世 这个孙治皇帝回忆呀 说董阿飞呀 是坐着去世的 呼喊着佛号 坐着就归天了 那么董阿飞去世之后 孙治皇帝 做了很多过分的事情 首先 她追封董阿飞为皇后 是号为孝宪端庆皇后吗 这还可以 那么接下来 她做的事情呢 就不应该了 一个就是 她让二三品大员 为这个董阿飞呀 开关开 大家想一想 那二三品大员 那是朝廷命官呢 怎么能用他们来给这个 黄贵妃抬官抬呢 这真的是太过分了 那么第二 她让大学士金之郡 给董阿飞写传 这个金之郡先说 他有什么功绩吗 怎么写呢 很是为难 但是亡命难为 那么第三 孙治皇帝 自己为董阿飞 写形状 这个形状就相当于 也相当于转了 这个孙治皇帝 含着眼泪 给这个爱飞 写形状 写了几千字 把自己学里面 这个汉文的这种功底 全用上了 下进了功夫 那么第四 有的资料记载 这孙治皇帝 惧怕董阿飞 到另外一个世界 很孤单 于是 让三十名太监宫女 为这殉葬 这很过分 九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清朝历史上 最长寿的后飞 究竟是孙 康熙帝爆魂终生 难以破解的魔咒 又会是什么 敬请关注 清十二帝后宫一案之 康熙帝飞瓶 长寿之谜 根据清治 平时皇帝批奏者 用朱笔 育有国丧 改用蓝笔 过二十七天后 再用朱笔 而董阿飞去世后 顺治帝 用蓝笔批奏章 从八月到十二月 竟然长达四个月之久 根据档案记载 也就是在 董阿飞死后 一百多天后 顺治帝也撒手人寰 但是在清宫档案中 关于顺治帝之死的记载 仅仅寥寥数字 对于他的死因 更是只字未提 从此关于顺治之死 便众说纷纭 成为清宫四大谜案之一 那么顺治帝因痛失 董阿飞 万念俱灰 最后 弃江山设计于不顾 而出家五台山 是否真有其事呢 顺治皇帝 做完这一切 这个时候啊 他就开始啊 安排自己的余生 他要干什么呢 他要自杀 要追随爱菲尔去 这真是太过分了 是吧 一个天子 怎么可能因为一个妃子 要自杀呢 但是资料中 确实这样记录 静治寻死觅活 不顾一切 人们不得不昼夜看着他 使他不得自杀 都不想活了 是吧 那么自杀 当然没有成功 孝庄等王公大臣都看着他 没有能够实现 那么接下来呀 他又读出心裁 干什么呢 要出家做和尚 说自己已经看破红尘了 说自己的前生今世啊 都是和尚 就要出家 做和尚 但是出家啊 没有成功 当然不能成功 但是我们也从这里看出 这顺治皇帝 确实是一个不爱江山 爱美人的帝王 那么经过这一团折腾 顺治皇帝 他的身体 每况愈向 支撑不住了 抵抗力也下降了 那么这个时候啊 他还感染了可怕的天花 我们知道这个天花 对你抵抗力弱的话 很可能给感染上啊 所以就在董和飞去世之后 不到半年 到顺治十八年正月 顺治皇帝 一并归天 他也死了 那么顺治皇帝去世 这个孝庄啊 非常伤心 他也非常生气 也非常抱怨 他抱怨什么呢 说都怨这个董和飞 说不知道他是不是 说我儿子 不会这样啊 所以这个董和飞啊 即使已经去世 那么在孝庄 这种心理的指导之下 仍然遭到了冷遇 第一 不准董和飞的神牌 进入太庙和奉献殿 我们知道这董和飞 已经被这个追封为 孝宪端庆皇后了 那作为一个皇后 她的神牌 是应该进入太庙 应该进入奉献殿 供奉的 这是这个大清的加法和组制啊 但是 孝庄不允许 拒之门外 第二 董和飞的这个继臣 不准行大祭礼 这个清朝有规定啊 皇后的继臣 就是她死这天啊 到周年的时候啊 朝廷要举办隆重的大祭礼 由礼部主持 派出王公大臣啊 到邻寝 行隆重的大祭礼 这是规定啊 但是 董和飞 不行 不能享受 答案中这样记载 美玉端敬皇后继臣 不遣缘 不请神位 不允许 坚决拒绝 不能这样做 第三 降低董和飞的 嗜号规模 这个董和飞去世之后啊 顺之皇帝 把他追封为 孝县端敬皇后 这个嗜号啊 前后一共十二个字 那么康熙皇帝继位之后呢 要做两件事 一是 给他追加文字 由十二个字啊 加到十六个字 就结束了 那么第二呢 要把顺治皇帝的嗜号 张字 文章的张啊 要给他细上 加到董和飞的嗜号里面 这样呢 就成为孝县章皇后 应该是这样的 你比如康熙的母亲 就被称为孝康章皇后吗 但是朝廷不给做 这两种待遇 都没有能够享受到 所以呀 这个董和飞 他的嗜号 就成为清朝所有皇后当中 嗜号 级别最低的 规格最低 在很大程度上 古代皇帝的家世 即是国世 顺治皇帝的梁次费后 以及在董和飞死后的 执意出家 都给朝堂 带来不小的震动 而且在顺治帝去世后 董和飞所受的冷遇 和之前所受的恩宠 真可谓是天壤之别 这些都是顺治帝生前 所万万没有想到的 那么在顺治帝临去世前 是否对自己的两次废后中的 一意孤行 有所反思呢 那么这就是顺治皇帝的 两次废后事件 一次成功 一次失败 顺治皇帝后来呀 对自己这个废后事件 进行了反思 那么第一次废后事件 由于自己的一意孤行 使得无辜的 中宫皇后 博尔及吉他市上凄凉的 回到了蒙古大草原 人是无辜的呀 那么顺治皇帝 对这次废后事件呢 深表忏悔 他说 至今上欠于怀 引违残德 他表示一番后悔呀 那么第二次废后事件 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由于他独宠董俄飞 那么呀 在董俄飞的生前死后 做了很多过分的事情 又觉得呀 对不起自己的母后 太对不起我母后了 伤了我母后的心 同时呢 也使董俄飞心力交瘁 当然也就对不起人家了 所以呀 顺治皇帝再次反思 那么 这就是顺治皇帝的 两次废后事件 顺治皇帝去世 他的儿子玄业继承了皇位 这就是康熙皇帝 这康熙皇帝呀 是一位伟大的帝王 他的后宫之中 又发生了哪些事情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